前後左右還有上面不同的角度來看選手動作 所以你可以清楚知道說 你現在動作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跟之前的有沒有什麼差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樣的改進 都很清楚 像這種即時回饋的話 可以很快速的可以看到動作 而且它也可以存下來這樣 就是可以比較方便給教練 給我們選手很快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而且可以分段去做比較 在哪個階段它速度比較好的 那哪個階段速度是下滑的 那這些過程就可以當作教練選手 它的訓練課表或是過程中一個參考的 回歸的一個數據值 它動作控制就是比較深層內部的核心機具 我們需要用這種像是比較懸吊起來的東西 在一個不穩定的平面下 訓練它的功能的穩定度 它的主要效就是在它當它低溫的時候 它血液會回流到心臟去 那等它回到常溫的時候 它血液會再重新分配到所有的卵組織 然後增加它就是修復的功能這樣子 它可以減輕身體部分的負重 然後提供我們下肢受傷的選手 然後它可以達到訓練它的肌力跟一些療性 然後可以讓我在跑步或是走路的方面 沒有腳不會負擔到這麼多的那個重量 然後讓我也在訓練上可以繼續維持體能 假設像體脂率過高的選手 它其實對它的運動表現是會造成影響的 所以像如果比較高的 體脂率比較高的 它脂肪掛在身上 其實對它們的速度敏捷 各方面其實都會有影響 在這方面就越來越來越來越多了 ательно,啊 有的